最近我的账号上评论和私信都爆了 你们知道因为啥吗 就是因为大家在问我 丛容到底怎么吃了 说到丛容 你们肯定认为是泡酒对不对 当然了 泡酒肯定是好的了 泡酒就泡50度以上的高度酒 我这个酒是62度的 然后我们把已有的丛容给它切成片 不准是用切好的片 给它泡到酒里 再加一点索羊 最好再放一点红枸杞 颜色就会特别好看 这样泡 泡15天以上就可以喝了 最好是泡30天以上为最佳 葡萄美酒夜光杯 从容索羊 来一杯 还有一种特别方便的方法 煮开了的水 或者是煮开了的茶 也可以泡 把它切成片 放到煮开的水里 放点枸杞 也可以放索羊 然后把它盖上盖 给它煮一会儿 直接食用就可以 用热水煮的话 大概是15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它是可以反复煮的 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 看到了吗 已经煮黄了 这样可以继续加水 继续喝 它是这种金黄色的 虹容这个东西 是长在我们内蒙古西部沙漠的东西 它跟羊肉特别搭杆 炖羊肉的时候 放着它 特别特别好 它还可以煲汤 它还可以煮粥 吃的方法是很多很多 不一定非得泡酒 就像我这样的 每天煮个下午茶也不错